哎呀! 為甚麼呀? 最近就可能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欣的Yana Hello 我是Gary 大家都知道我們接下來 即將有可能有機會就會結婚 機會有多大? 是你的表現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準備去做一些不同的檢查 去看看身邊這個人是行不行的 是否可以檢查多一點 了解自己多一點 而之前一直都知道市面上有些DNA測試 我就想做好久的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一起做了一個DNA測試 這個不單是一個DNA測試 還有一個我對你的婚前測試 有甚麼意思呀? 看看你了不了解我 因為報告範圍其實是很廣泛的 除了一些醫學性質的東西之外 還有一些行為、性格、特徵的測試 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你的行為、你的思想 你腦子在想甚麼 摸你的手指在碰過甚麼 摸你的嘴指在吃過甚麼 這次我們就是選了CIRCLE DNA的PREMIUM基因測試 選它們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報告範圍很廣泛 有超過500個以上的報告 包括我們身體潛在遺傳病、疾病風險、陽物反應和組員分析 組員分析這件事我真的很有興趣知道你的組員分析 因為之前也有一條Vlog我跟大家提過 有時外面有些人看到她是會跟她說英文 我之前還曾經試過一次是她去等巴士的時候 她說一邊看到後面有兩個菲律賓姐姐看著她在嘶嘶語 怎料那兩位菲律賓姐姐就過來問我 我問我可不可以跟她拍張照片 然後她就問我拍甚麼照片 然後她就說 覺得我好像飛而奔一個當地的名聲 很出名的 那我就不知道是誰 然後我就說什麼像明星也好 那我就說好呀好呀拍張照片 所以我對於她的血糖 她的組員分析這件事是最有興趣的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看我們的報告 其實收到報告之後 他們有一個APP的 在APP上只要按進去就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很全面的基因測試 包括是很多東西的 但我們首先第一件事我們就看了我們的組員分析 這個組員分析是可以了解到我們的祖先曾經居住的地方的 組員和出生國家是不一定相同的 也挺有趣的 咦 這麼開心的我又看 不是不是我看到我好一面倒 我先說我吧 我是有94.8%是東亞地區的人 然後但我也有5.2%是東南亞的 那你 我不是很多而已 我6.5%是東南亞的 東亞就是93.5% 我們不是 我差很遠而已 我是越南啊 原來 我也有4.5%是越南啊 反而你菲律賓原來都很少 原來是越南啊 不漏洞拉 我也有這麼多%是越南啊 我有6.59%是日韓啊 韓杯 日本杯啊 我們沉根救完我們的組員之後 我們現在看回一些 對我們身體實在有用的東西 特別是可能對什麼食物敏感啊 又或者是你對什麼營養特別需要 它都會有寫出來的 看一下善食敏感度先吧 因為你不是平時對很多東西都很容易敏感的 是 因為他經常吃什麼都很容易說肚痛 明明我跟他一起吃同一樣東西 但偏偏我是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他就會突然回來說 哎呀好肚痛啊這樣 為什麼 我腸道比較敏感一點 我是地中海善食 咦我是健康均衡善食 你的酒精的敏感度是偏高敏感度啊 因為我真的超不飲得酒的 我是很容易就臉都紅了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就是正常 因為我們一向都說 如果我們到時候放酒結婚 定酒的會是我 當然啦 喝酒這些東西都要你勝任的 酒精潮紅反應 你又是強烈的 為什麼 強烈 就是我容易敏感 而且也發臉容易紅 就是說我喝酒過量的時候 血壓就會受到影響 我是輕微 因為我平時喝完酒之後 我都是一點都不同的 他說我是有乳糖不耐受的 你有沒有看 你也是啊 你很多紅色啊先生 看看 我也看到啊 為什麼有這麼多紅色的 你的脂肪敏感度 和碳水化合敏感度 都是紅色的 都是偏敏感的 對於這幾樣東西 你的膽固純水平比較容易受脂肪攝取量所影響 所以你應該避免攝取過多的脂肪 血糖上升得快 你飲食真的要注意一下均衡 辣味敏感度啊 偏高敏感啊 又是準的 因為我是不能吃辣的 很容易就 嘴紅了 整個頭又出汗的 我不是說超級吃辣的那些人 但是正常的辣度我都挺喜歡的 但是他就以前跟我一起的時候 他吃米線是吃清湯的 現在進步了就 十小辣了 哈哈 這個營養需求的報告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己身體裡面 其實是比較需要哪些營養 會寫上例如我需要維生素B3 看看這個壓力與睡眠 你的抗壓能力是怎樣啊 應該很低 我是中立主義者 哇 你是戰士Warrior 這麼厲害的嗎 但其實我小時候是超差的 我小時候是緊張大師來的 考試 甚至是去看牙醫 我們是超級肚痛 會亂低的人來的 現在長大了 變成一個主持 去到很大的場合說話 又覺得自己 又不害怕 那我在想 究竟是我克服了這件事 還是怎樣呢 天生的抗壓能力其實是OK的 因為我想你一說出來 告訴大家 你很害羞應該都不人相信 睡眠時間質量 夜貓子 嘩 我們不夾啊 你是精神運賬 我是精神運賬 我會是一天假晚的時間 醒來 我較早醒來 我更活躍 天晨早睡 原來是我一直耽誤你的睡覺時間 原來如此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查一下 其中一樣 我也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一些天賦潛能和運動的表現 我們看看藝術潛能 我一定是零 舞蹈能力和音樂能力有天賦 我也是有天賦 我們一模一樣的能力 對 張天賦 留天賦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成功潛能 看看我們的IQ和EQ 哎呀 為甚麼呀 我的IQ 為甚麼呀 我的IQ和EQ都是高過你的 OMG 我的基因結果 大家 我的IQ是較高水平 看看你 你正常水平 你覺得呢 你覺得準不準 我的IQ 你同意比你更多 同意 同意啦 我現在跟你一齊耐聚 就有所提升 這裡說50%是遺傳影響 還有50%是有環境因素影響 我覺得你比較成熟 想的東西比較理解 成熟跟IQ有關嗎 不是 因為你想得很對 好像有件事 可能你覺得哪個對 哪個不對 其實應該用甚麼角度去想 那件事才對 我覺得這關於智商事 我跟了你那一套去做的之後 人們都會說 我都成熟了 即是我是你的人生導師 對呀 叫聲張導師 看看EQ 我有較高的情商水平 你不只是較高 你是直接高 咦 對呀 我是直接高水平 為甚麼這麼厲害 我先看看 他超級厲害 因為我想當年也是一個疑躁的人 因為我很容易對這件事覺得很敏閃 因為覺得不理解不明白 想發脾氣的人 但他永遠在我旁邊都會 按下我的火 或者他會用一個很冷靜很冷靜的態度 跟我說那件事是怎樣怎樣 我覺得是不明白 為何他會這麼理智 因為那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就是我身上 哈哈 現在的我 你不覺得EQ有時都挺低的嗎 有時低 發生了甚麼時候 我會那一刻好燥好燥 但是很快就會沒事 我就會暗一段時間 原來我的情商是高水平 唉 先看看我高水平的東西 看看我們的語言能力 喔 教高水平 高水平 高水平 夾 不要勉強扯過來 你只是教高水平 你高水平 對呀 你高在一個level 我夾甚麼 叫聲劉老師先 不要勉強扯 不要勉強扯 以為我們的記憶力會比較厲害 因為我們經常都要速記 還有記一些很長的文字 然後要說出來 這都是我們正常水平 但是我的記憶力 我自己覺得是不同層面的記憶力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記稿 或者是平時做事記的東西 我就可以記得很快 但是我在記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 或者記一些自己的東西 我可以說是金魚 我又覺得自己應該是要記得很好的 因為我經常都要處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都叫做manage得到 不是呀 我平時跟你說些東西你經常都不記得的 不夠位牌 我不是較高水平的 我只是正常水平而已 你別說不多話給我聽 給你一個機會 正常水平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報告 是關於我們的基因難堂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性格特徵 你猜一下我的二人性格是甚麼 你是可能具有同情心 或者是可能平衡型嗎 你應該不是競爭型的 兩個都不是 你們兩個都不是 你可能是競爭型嗎 是啊 我覺得你是可能競爭型 我真的很可能競爭型 我們也是 喜歡挑戰的個性 代表我喜歡領導別人 其實我有時都挺喜歡領導別人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風紀對象 大家姐 對啊 還有我是大家姐的關係 其實我也是風紀對象 劉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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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心 我覺得你的責任心是平衡型 你也應該是 是啊我也是 因為我也想說 我們兩個都完全不可能是自律型的人 首先一定不會是自律的 但是又是否去到很隨和 截圈有得它 又好像還未是 因為我們是截圈戰 我們是會揮的 哈哈哈哈 我們是不會復佬難 但是我們就只會是截圈才來揮 好然後你看我們的行為特徵 我想問一下你的酒精成癮是怎樣 不用想了是吧 不太可能 你更有可能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身也不太能喝酒 所以我就更加不會很想喝酒 為什麼會這樣啊 就像成癮的可能性 就是不太可能 其實再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們一大群人喪飲的時候 長期都好像是要焗他喝 但是我就是那種風格 是喝吧 一起喝才開心的嘛 經常都會做一個 像是take care大家 在一群人裡面比較清醒一點的 看來這個污染敏感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一點濕疹問題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我到底是對什麼會比較敏感 是灰塵過敏 真的 真的啊 因為之前真的最嚴重的那一派 也有一直看醫生的嘛 醫生也說很大機會是對一些塵過敏 所以他叫我執屋的時候 一定要戴手套 然後我們來看一些遺傳病 或者是癌症風險的東西 這個部分告訴我們 我們是不是基因變異的攜帶者 一般不會影響攜帶者的自身健康 但可能會傳給下一代 是啊 這個報告很長 但我頭兩個已經是攜帶者 我也是停障和失重 哦 也是攜帶者 但是你看看這個 這個報告是超長的 對 有很多東西 可以檢查到自己有很多是否這些攜帶者 但很多都是未檢測出有這個攜帶者 我只有三件事 不過就要提提大家 這個DNA的檢測 就不是一個對於我們健康診斷的報告 以上的資料只是給我們參考 所以大家可能做完這個之後 大概知道 原來我有機會是哪一樣東西的攜帶者 就可以隨著那個方向去做一些再詳細一些的 身體檢查也好 婚前檢查也好 我擔心你 一般風險 一般風險 可以的 常見都市病風險 哇 你又這麼多紅色的 對於高膽固醇你是較高風險 因為我要吃少些脂肪類的東西 這件事我經常都跟你說的 你說是不是 你自己都會說 經常喜歡打火鍋、燒肉 然後好像我最近很語重心腸地跟他說 你真的不要再吃得那麼蠟雜了 我特意買多點雞胸肉、蔬果回來 我就是希望 就算我沒有空也好 我都盡量想煮清淡一點給你吃 你明白我的苦心嗎? 麻煩你自己戒一戒口 OKOKOK 還有一個紅色是什麼?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首先不要吃那麼多內臟的東西 另外就是吃點東西也不要太肥膩 可能我是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分解得到 都是那句 帶少點Bino 吃少點燒肉 吃多點主意 這個其實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特別是年紀大了 你又快要娶老婆 OK 看完這個報告之後 我相信大家對我們的了解多了 你對我的了解也多了 應該知道我EQ和IQ有多麼高 高一點而已 希望你可以在生活那裡發揮出來 讓我... 即是叫什麼? 心悅成福 看完這個報告之後 在APP裡面 都是有一個位置 可以給大家免費預約諮詢 讓大家可以了解更多自己 大家如果看完我們這次的影片 都對這個DNA測試有興趣的話 現在就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 Iyana就可以得到一個8折的優惠 還有它的採樣方法是很簡單的 我一開始都以為會不會很複雜 但誰知道原來就是用它在盒裡面的棉花棒 在我們的口腔內側每邊數十下就可以了 但就記得採集樣本之前的30分鐘內 是不可以飲食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親身把樣本送到他們的實驗室 或者在APP上預約專人上來收件 然後在18個工作天內就可以收到一個檢測報告 只要打開APP就可以看到整個報告的內容 非常方便 我會把這個測試的詳情 還有我會Promo Code再放在Infobox那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一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記得按Youtube旁邊的小鐘 如果我有新片出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